二分之三、四、二分之五、六 它是走远一点然后再拉回来一点 再走远一点再拉回来一点 是这种的状态 但是整个来说它还是越来越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两种的我们都说 这些AN是去上无穷 那正确的定义是这样子说的 是这样子说的 所以我们看总的不见得一定是要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不见得一定是要走向无穷 譬如说我们的一减N分之一 这个也是越来越大 第一项是零 第二项是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五分之四 都是越来越大 可是它最后只走到一 不许无穷 所以要越来越大 但是大很多 那怎么样子去说这个事情 我们就说 这边一个M 原则上M是重要 M是一个正数 而且是一个大的正数 我某一项以后 所有的AN都要比N大 是这个意思 那这里就没有什么正负epsilon 但是你可以这样子看 就是我的无穷远 这个L 这个L 无论什么M 你最后就是要落在M的右边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AN等于无穷 好不好 那 第二个定义 AN是负无穷 是类似的 对于所有的 这两个定义 跟这个Epsilon Delta 是不大一样 但是也是接近的 大家看到那个叙述 但是就算是这样子说 我们还是 我们符号是这样子写 一个重要的事情 是说 这个Limit 我们还说它不存在 原因是说 这个不是一个实数 我们 We still say 在这两种状况底下呢 这个Limit AN 是 does not exist 你说Limit存在吗 Limit不存在 但是呢 我要写Limit等于无穷 或者是等于负无穷 这个是有点怪的 事实上我也想了蛮久哦 很多同学初学都不接受 那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当我说存在的时候呢 那些加减 乘除 前面的我们的定义呢 都要成立 可是呢 我们发觉就是有一些成立 有一些不成立 还是有啊 AN 它的Limit是无穷 然后 BN 它的Limit也是无穷 那它们加起来 当然是无穷 对不对 这个是等于无穷 那反正可以加 可是呢 却不可以减呢 如果AN 它的Limit是负无穷 还是正无穷 BN Limit也是正无穷 相减 是什么 不确定 是不是 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应该说我们举两个例子 说明大家就是不确定 两个例子呢 那个Limit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 那谁的你说 N平方减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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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N 这个是AN 这个是BN 那扣掉以后 还是去无穷 但是 如果反过来 这个是AN 这个是BN 你扣掉以后 去什么 那如果我有另外一个 这个是AN 这个是BN 两个都是去无穷吧 我扣掉以后 是不是 所以 不同的状况 不同的 你没有通则 你没有一个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你还记得洛毕达吗 你去年应该有学过洛毕达 洛毕达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法规 事实上就是来处理这些 不确定Limit的那些状况 所以这个状况呢 是 我们如果Limit存在的时候呢 Limit AN扣掉Limit BN 就是等于原来的A-B 它们各自Limit的相减 但是可是呢 在无穷的状况底下呢 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对的 那所以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要分开来 但是 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对的 无穷乘无穷是无穷 对不对 那 无穷除无穷 又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那 然后 如果 比如说我K 乘以无穷 也麻烦的 因为呢 要看K是正的 还是负的 K是大于零 K是小于零 那 K等于零呢 会是怎么样 大概就是零了 好 大概这个东西 这些都可以证明的 都可以证明 那 呃 我们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做一个证明 啊 这个我叫做Limit 定义零 二等七 我们做一个证明 这个证明说什么呢 如果我有一个Sequence 它 走向无穷 An 它走向无穷 然后 另外一个Sequence Bn啊 它是Bundant 它可能是 呃 有极限 也可能没极限 啊 比如说 呃 这个N Bn是什么 它是负一的N方 譬如说 但是它是有戒的 啊 它是有戒的 者 你还是去 An 加Bn 我加吧 啊 加Bn 还是去无穷 啊 你 An 就是一个跑得很快的 啊 它要跑到那个无穷远 Bn呢 有没有办法拉它回来 大于零 使得呢 就是 Bn呢 是小于等于M0 Follow M Follow M Follow M 好 Bundant是这个意思 它是 啊 啊 永远都 它绝对G呢 是限制在一个 M0的范围 那 当然就表示说 这个 Bn呢 是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啊 好 那 所以它Bn呢 最坏呢 就是这个 负M0 所以 因此呢 对于任何的M 大于零 我都找到一个N 我希望呢 我当然希望就是 这个An 加Bn 要大于M 好 我们可以做一些 当然是可以做一些规划的 好 这个规划是怎么说 这规划就是 我们希望 An加Bn 是大于M 是这样子 那 这个 不是这样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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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Bn 那 你的Bn 既然有范围 这个最坏是什么地方 我说 只要我的An 是大于M 加M0 它就一定大于M 它就一定大于M -Bn 是这样子 好 它就一定大于这个 所以只要我的An 是大于这个 它就一定大于这个 它大于这个 这边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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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找到一个N 这个N 这个N呢 我希望 N以后的像呢 An都大于M加M0 我这个大N呢 事实上是针对这样子来找的 这个东西 因为给定了An limit 是等于无穷 所以 它一定是 能够找到这个大N 那 然后 就按照我们的 按照我们的规划 我们看 这个是大于等于M-BN 那如果BN是大于-M0的话 这个-BN就是小于M0 这个应该是不难看得见 所以就得出 我说做完了 为什么 因为随便一个N 我就找到一个N N以后的N小N An加BN是大于大M 因此呢 首先 先有三个定义 我们说一个地真数列 increasing sequence 一个Sequence它是increasing 如果呢 它后面的像 都比前面的像大 然后它是strictly increasing 这个大呢 有可能是相等 比如说我们的常数数列 An都是1 是一个increasing sequence 归类的话呢 我还是有归成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呢 是strictly increasing 就是 严格地真 严格地真数列 那它是不相等的 后面的像呢 都比前面的像大 是这个样子 那有increasing的话呢 当然就有decreasing 好 所以这里呢 我说decreasing的时候 如果 后面的像 都比前面的像 来的小 那这个当然就是strictly decreasing 那 后面的 都比前面的 来的小 是绝对小 那 如果你整个sequence increasing 或者是整个sequence decreasing 我们叫这个叫做单调 单调呢 就是分成两类 那 原来这个单调都不大重要的 就是因为这个定理 所以才会变得重要 大家比较少提这个 所谓的单调数列 但是 因为这个monotone convergence theorem 它是符合的 它是符合的 If and only if 它是conversion 狩猎 用中文来讲的话就是 单调有界狩猎 必然狩猎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这个方向 它那个反方向呢 所以当然要再讲 就是前提它是一个单调数列 它是单调数列 所以它是整个是地真 或者是整个是地降 我这个有一个逗号的 那是表示说 它是整体的 那前提是 它是单调数列 在这个前提底下 它有界跟 狩猎 这两个事情是等价的 那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 狩猎是比较强 任何数列它狩猎就一定有界 这个是定理2.2 应该是 我应该是写定理的 是2.2说明的 一两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会给两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说 怎么样用这个定理去找极限 那当然大家高中可能有一些练习的 我怀疑高中应该有一些练习的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 因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好 先有一个图画 你的数列是 单调的 当然简单来说 你是地震 假设它是地震 地震它就是一直走上去 那我很害怕它走到无穷 可是呢 它是bunded 如果走到无穷就没有极限 我们不会说 这个limit不存在 就不会做它收敛 收敛就是limit存在才是收敛 是等价的 这两句话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呢 它是bunded 最主要是它有上界 这个sequence呢 我有一道门 那道门是关上的 那你的sequence要冲 永远都不会冲过这道门 但是你又一直增加 你一直冲下来 你最后会怎么样子 你只得 只得在某一个地方停下来 停下来的地方 就是你的极限 整个图画就是这个样子 而特点是怎么样子 因为你是地震的 这个停下来的地方 事实上就是你作为一个集合的 supreme supreme 是一个最小上界 我们的完备性功力 的重要性在这里 是第一个应用 就是 这些是大家都 应该是用过的一个定理 但是它为什么会成立 为什么会对 就是因为那个完备性功力 我写一写这个证明 所以这个supreme 会不会是这个m 不一定 有可能 但是不一定 我们将它分隔开来 那这个a呢 事实上就是supreme 这些an 那这里呢 这个an是一个集合 是一个集合 作为一个集合 它有无穷像 无穷个元素 它的最小上界 在实数上面的最小上界 是这个样子 所以 所以 我首先 WLOG 这个我解释过了 Without laws of generality 我在这里写一写 好 它有一个棒 这个棒呢 就是叫m 那好 我就 既然 有这个棒的话 so 我就说 这个an 都小于这个m FORO n 是不是 所以 我的 完备性公理告诉我们 它就是有supreme 没有这个上界 就不保证 就不保证 所以 by这个completeness axiom 我就说 这个supreme an 我叫它叫a 我叫它叫a 就是exist in arlo a就是整个的limit 这个是我的第一步 我的第二步 就要说 limit an 就等于a 所以 那个真结就是 最小上界这回事 对于所有的epsilon大于零 我的a小于 它是最小上界 所以a小一点点的话呢 就不是上界了 所以我一定有一个an比较大 这句话就是最重要的 a是supreme 它小一点点 就不是supreme 就不是upper bound了 所以我要一个an 比较大 然后 这个就是我的n n以后的 所有小n 我的an 都要 因为increasing 都要比它来得大 所以 它要 这样子 但是你一方面 每一个an 不是要小于a吗 a是它们的upper bound 那就 做完了 因此呢 我的an跟a的距离 就小于等于0 大于a减epsilon 换句话说 它的距离 一定要小于 a的距离 这个是 by definition of supremum 我正乱呢 没有这个 supreme 这个概念 你做不下去 OK 那 这里是因为 它是increasing an是increasing 那我就有 所以 综合起来 我这几句话 做了什么事情 随便一个epsilon 我找到一个n 这个n就是 配在这个sequence里边 n以后的所有相 这个都要对 所以命题成立 定理正完